很多投資人說沒關係 我沒有台積電 我告訴大家這個會讓整個盤勢反轉 為什麼我要那麼擔心 這個反轉要告訴大家 現在是因為多頭 所以呢 全子股休息中小型股很強勢 但是如果台積電說法整個改變 會導致整個大盤會反轉向下 那個時候會出現什麼現象 台積電反而在一兩天修正之後 馬上會出現抗跌 因為至今要往多到大型全子股 中小型股反而會出現補跌的行情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很多投資人就不要覺得我沒有台積電 跟我沒有關係 如果下禮拜的說法出現反轉的話 就會導致今年上半年的多頭 有一個比較明顯趨勢的轉變